欢迎来到米安追踪,我是冰 今天我们继续讲盖瑞特米安 由于Nick被警方调查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波斯坦小城几乎人尽皆知 键盘侠们开始在网上攻击他 克拉克森大学也解雇了作为教练的Nick 一时间他由一个人见人爱的明星球员 迅速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国际老鼠 要知道他当时甚至都没有被警方指控 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人 长期的失业在家 不仅让Nick的家庭承受了经济上的压力 也使得他的孩子们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最终在2012年1月 任乌克人的Nick一直诉状 把波斯坦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控告政府没有对新闻接近过滤 新闻报道已经对他造成诽谤和心理伤害 同时也控告当地警方非法拒禁 波斯坦市政府高薪聘请了知名律师托马斯莫塔提 来为他们辩护 毕业于阿尔巴尼法学院的莫塔提 是业内顶尖的民事诉讼律师 为了维护市政府的名誉 在法庭上他将建自己的最大努力 帮助警方证明Nick就是凶手 2014年1月20日 关于Nick的民事诉讼正式开庭 然而令莫塔提非常意外的是 在法庭上Nick非常配合地回答自己的问题 即便是Nick的律师 一直不断地重复着抗议 Nick还是一如既往地回答 Nick非常大方地承认了视频进空中的汽车 就是自己的汽车 用Nick自己的话说 我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 因为我就是清白的 你记得你记得在你车子上 在你车子上 那天晚上 2014年11月20日 反正是有关的 是的 为什么你那天去帮助警方证明 反正是有关的 反正是有关的 看一场球赛 你当你在你车子上 反正是有关的 反正是有关的 我等着雨去破坏 你破坏吗 没有 这起棉试诉讼之后 当地的新闻媒体有所收敛 之前认为Nick有罪的人 在看了视频之后 很多都认为 Nick有可能是无辜的 我们回到Garrett案件 2012年 纽约州立犯罪实验室 第二次要求 对Nick的DNA做比对 这次 他们试图 从案发现场Garrett的支架里 采集到的微量DNA 来比对Nick的DNA 2013年 负责警测DNA的基因公司 Cybergenetics宣布 Nick的DNA与现场的不符合 这样的结果 让警方和当地群众失望不已 他们不愿意承认 Nick是无辜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救世主降临了 她就是玛丽瑞恩 瑞恩 圆秉是一名警官 后来她转行做了助理警察官 2013年 瑞恩参加竞选 圣拉伦斯县的警察官 在竞选活动中 她对现任警察官Niko表示不满 评价信任的警察官团队 太过软弱 但问题是 不是警察官不想强硬 是根本没有证据让他们强硬 不过瑞恩 慷慨激昂 发誓一定要破解 盖瑞特的选案 江熊手 绳之以法 不出意外的 她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的选票 击败了Niko 成功地当选了警察官 入职后的第一件事 她就开始处理盖瑞特一案 尽管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她还是马上召集了大陪审团 来控告Niko 助理这里是大陪审团 不是陪审团 两者有本质区别 2014年5月 大陪审团认为 Niko可以被警方指控 于是这位曾经的足球教练 第一次被正式关押了起来 法庭上处理案件的法官李查德斯 认为瑞恩的措辞太过激烈 而且非常不恰当 对于同一个问题 瑞恩问了Niko的女儿凯 不下十次 违反了基本的律师之家道德 于是撤销了对Niko的控诉 Niko可以被保释出狱 而Niko的好运 似乎就此开始了 一位名叫Sarah Johnson的好莱坞制片人 出钱保释了Niko 她是好莱坞众多明星的幕后大佬 可以说是有钱又有势 Sarah Johnson是圣劳伦斯大学毕业的 所以是Niko的校友 她在得知了Niko的故事后 直接放话出来 她的官司我出钱 需要多少我给多少 Sarah的财大气粗 给了Niko不少底气 然而瑞恩这边也没有放弃 2015年1月19日 她重新召集了大佩审团 并且通过大佩审团 对上次的法官李查德斯施加压力 让她不再处理Niko的案件 而是改派另一位法官 以示公正 2016年 法官卡蒂娜被证明为 盖瑞特案件的主身法官 Niko于是第二次被关押起来 有了上次的经验 瑞恩知道自己的法庭辩论能力有限 于是她找来了知名的警察官 William Bill Fitzpatrick 来帮自己打官司 Fitzpatrick是一位非常有感染力的警察官 他经验丰富 而且胜率相当高 通过仔细检查每一条证据 Fitzpatrick认为 检方虽然没有物理证据 但是很多间接证据都指向了Niko 因为他实在有太多的疑点 首先 Niko在警局的一段视频 引起了 Fitzpatrick的注意 这段视频是在案发的第三天 Niko被叫来警局协助调查时候排下的 在等待法官搜查令的时候 Niko被允许吸烟 在这个过程中 Niko已经吸了三根烟 但是奇怪的是 吸完烟后 Niko并没有把烟头留在银灰缸中 而是特地地丢出去窗外 或者把烟头丢进水槽中 看上去很像是在避免留下自己的DNA 其次Niko的证词 有很多地方和Tandy相互矛盾 2011年9月 Tandy告诉Niko说 我需要一些私人空间 Niko回答 好的 我答应你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 就吓了他一跳 在发完信息的当天晚上 Tandy躺在自己的卧室里休息 半夜里 他在半睡半醒之间 听到了自己的卧室门 好像被人打开了 于是他打开了灯 这时候Niko毫无征兆地 突然出现在Tandy床前 吓得大声尖叫 他质问Niko 你来做什么 Niko平静地回答 我准备睡觉了 Tandy觉得毛骨悚然 于是当场要回了自己公寓的钥匙 并且警告他不要不请自来 不过在警方的调查中 Niko完全否认了这一说法 声称自从分手之后 就没有去过Tandy家 更不可能在半夜里闯入他的卧室 警方问Niko 你的意思是Tandy在说谎吗 Niko沉思了片刻后回答说 他说就说了 但是我没去过他家 不过Tandy的妹妹之后作证说 在两个人分手之后 他牵眼经过Niko去过Tandy家好几次了 并且表示Niko坚持不懈地想要挽回Tandy 表现出一种想要控制Tandy生活的感觉 在分手的时候 Tandy表示Niko和盖瑞特之间的关系紧张 Niko不允许盖瑞特在家里看电视 而且还限制他的很多客外活动 这些都让盖瑞特对Niko充满怨气 而Niko在表示 我和盖瑞特的关系没有任何异常 和盖瑞特相处很融洽 和Tandy分手 是因为这个12岁的男孩 在学校不断被其他男生嘲笑 他在笑话他的妈妈和一个黑人约会 为了让盖瑞特不受欺负 Niko最后同意了和Tandy分开 然而Tandy的手机信息显示 分手的时候 Tandy明确表示过 的确是因为我的孩子们不喜欢你 两个人才分手了 2011年1月 Tandy写了四份书面报告 分别交赶了四个不同的政府部门 控诉他的警长勤男友约翰 在这份报告里他说 约翰已经好几次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和孩子面前 这让我和孩子们感觉到了威胁 然而约翰却表示 Tandy报告里的内容都是编出来的 他根本没有威胁过Tandy和孩子们 而事后Tandy自己也承认 这些报告书并不是自己写的 而是尼克打印出来 他自己只是签了字而已 还有一点让Phil Patrick非常在意 就是尼克女儿凯的证词 凯表示在五点左右 自己呵护前尼克在家里讨论 晚餐应该吃什么 最后两个人决定 晚上吃奶酪空心粉和兔娜鱼肉碎 不过通过调查两个人的通信记录 警方发现在晚上六点的时候 凯给尼克发了一个短信 问尼克我们晚上吃什么晚餐 如果五点的时候 他们已经决定了晚餐的那种 为什么到了六点又再次询问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凯的证词作假 下午五点的时候 尼克根本不在家里 在开庭之前 Phil Patrick找到了一家新兴的DNA基因公司 STR-MIX希望通过最新的基因算法技术 为案件找到突破口 STR-MIX是一家在新西兰的基因公司 它的基因算法已经在美国的少数几个周通过了验证 可以被拿到法庭上采用 通过这项最新的技术 STR-MIX表示 全美国只有8个人可能会符合案发现场的DNA 而尼克就是这8个人之一 不过在开庭前 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卡蒂娜认为 DNA技术作为近视科学里的重要一环 应当被赋予最高的科学标准 他认为STR-MIX作为一项新技术 属于存在争议的基因算法 加上现场采集到DNA样本数量太过微小 而且负责基因对比的周立犯罪实验室 并没有通过STR-MIX母公司的认证 所以法官认为 这一次的DNA证据不宜采纳 需要注意的是 这次的审判 本来尼克这边是选择了有陪审团的法定审判 也就是说 12位陪审员成员将会一起决定尼克的命运 但是在开庭前 尼克的团队注意到 整个圣劳伦斯县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几乎至少一半的人都认为尼克是凶手 从这样的人群中选出来的陪审员 他的主观意见难免会有偏颇 于是尼克这边决定冒险一事 放弃陪审团 由法官自己来断定案情 2016年9月12日 法庭审判正式开始 早上,请坐下来 我们在约上 这位是人们的尼克尔尼克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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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我回到我的女儿 除了, 我看了, 不说, 他不回来, 他回来, 因为他在侵害了 他在侵害了 这就是所有的影片会显示 但法院想你去结构 你会不会看到任何证据的证据 任何人会在100 Market Street 在100 Market Street 中间的重要时间 任何人会在铺里面 直到Officer Mark Wentworth 找到死亡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在那里 从一天的犯罪研究 大概只关于尼克·Hillary 你会学习 那后,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差距 尼克这边的律师 得知警察官瑞恩 刻意隐瞒了一位重要证人的证词 这位证人的证词显示 Tanny的前男友瑞翰 在案发的当天 也出现在了案发现场周围 这种被刻意隐瞒的 对被告有利的材料 在法庭上被称作 Bready材料 法官在得知了这一情况后 即刻暂停了审理 事后警察官Phil Patrick表示 自己遇到了猪队友 瑞恩作为一名经验上前的警察官 擅自做主 隐瞒了这个证词 而自己并不知情 这种做法 违反了宪法的基本要求 也让有几十年经验的 Phil Patrick颜面见识 要不是看在家属Tanny的份上 Phil Patrick说 他都想当场撤诉了 不过尼克的律师团队 经过90分钟的商议 决定不采用这份证人证词 因为他们认为 约翰虽然在案发时候 出现在案发现场周围 但是监控显示 约翰当时正在打着伞遛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跑去伤害盖瑞特呢 难道事后要带着狗一起跳楼吗 于是空遍双方 又回到了尼克的案子中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here Your Honor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here is to demonize is to demonize this man I know the prosecutor's is going to stand up here and he's going to say to you in the loudest voice as he can you have to convict Nick Hillary and he will say to you I have proven my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judge this case is riddled with doubt Garrett Phillips wasn't killed by someone passing through town who hates little boys he was killed by Nick Hillary he wanted to be with his friends he wanted to occasionally watch tv judge he wanted to play in his ripstick he wanted to be 12 years old and not be dictated to and that cost of his life and now Garrett belongs to the ages he's forever 12 i pray to god you've seen this defendant for what he truly is a person who had premeditation murdered a beautiful 12 year old little boy and he did it so arrogantly he can now finally be brought to justice thank you your honor 最重要的一点 警方指控 关于Nick 为什么从停车场开出后 往左拐 而不是右拐 回家 Nick自己的证词 不断地反复 似乎他自己也说不明白 在2014年的民事诉讼上 他说自己出了停车场后 直接回家了 Mr.Hillary Your apartment was to the right up Leroy Street from Potsdam High School correct yes and you've told me under oath on two different occasions that you went home that day leaving Potsdam High School parking line correct yes 而Nick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往左拐 是因为想回自己的办公室 when I made a left my intentions were to get to the office and I quickly realized I need to make provisions for my daughter at home 在2016年的法庭上 他的律师却说 是去了助理教练伊恩家 the inference you can draw from Nick making the left turn is that he was going to Ian Fairley's house 2016年9月28日 法官卡蒂娜宣布 Nick二级谋杀罪名 不成立 当庭释放 2018年 警察官玛丽瑞恩 一位严重而持续性的不良行为 被吊销律师指导两年 分析完盖瑞特的案件 我感觉自己好像看了一部电影 荒凉压抑的美国边境城市 年少轻狂 无辜远命的主人公 充满争议 又看似圆区的足球教练 为了破案 可以歪曲某些事实的警察 为了自己的名利和前途 可以没有底线的检察官 千千万万躲在网络背后的金盘侠 当然还有悲痛不已 无处深渊的家人 这个案件带给我们的 不只是一个故事 还有很多对社会的反思 如果Nick是白人的话 在警局里 也会被一样的搜身拍照吗 如果没有Sarah Johnson 财政上的支持 Nick真的可以敌得过 王牌警察官Phil Patrick吗 如果Nick没有选择法官直审 而是选择了陪审团 他会不会被判入狱呢 最后最关键的一点 Nick既然被判无罪 那么凶手到底又是谁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